感谢三位贵宾对我们的勉励 那么我们也来请请我们自己的常务董事 来与我们致辞 首先我们请习常务董事与我们致辞 这个山谷民主长 预委员警部主委各位公宾 各位先生各位律师大家好 今天呢我刚才听到啊 致辞民主长是与众信仓啊 给我们一种勉励 预委员与警部主委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我们广名忍耐之家 在这城里办事处 以至于这个是这个国学讲座 今天同时来成立 刚才各位贵宾里已经讲过了 这个社会呢是进步了表面上 其实呢并没有多大进步 而人性也退化了 竞技起飞啊人性堕落 就是一个很不协调的现象 也使得游戏人呢非常的担忧 因此啊我们大家 以我们汉董事长就提议 这个国学讲座一定是要成立 因此南部落热干的庙 每一个庙里都成立国学讲座 而且实际上要成立这个忍耐之家呢 老人啊 安阳这些无依无靠的老人 将来呢再进一步 这些个古儿 没有爸爸没有妈妈的 也被他收养 古人呢在论语上有那么一段话 有人问孔老夫子 将来这个世界 这个社会如何的才立想呢 达到立想 孔老夫子讲 说老者安子少者怀子 我们光明人代之家就照着这两句去说 老又受难 少这坏少又受养 就是老物老 一级人子老 幼物又一级人子幼 我们本着这个心理去法行 去腿行 这个国学讲座 跟光明人代之家啊 就是一个说 一个做 一个讲 降服降称 社会上的不好 完全是政府的责任 国家的责任 也是我们大家的责任 我们起来哈 带微微风气 我们有几个过学思想 我们微微风气 由我们每一位在座的 要腿行 由我们来实行 由我们家庭来实行的去做 估计是讲讲而已 每个人要实行 每个人做好人做好事 我相信社会上将来啊 慢慢的就可以变 就可以将来 就可以达到一种理想 将来 将来一逢一书 弯钻社会上的风气 许靠我们大家去努力 我们配合政府 提倡复兴文化 我们实地去做 将来才有希望 今天呢哈 我们代表光明人代之家 啊 呃 谢谢各位贵宾 广林 啊 对我们一种鼓励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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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